今天我們就再試試新iPhone主鏡頭的拍攝能力 先在室外環境試一下 室外試拍就這樣看分別都真的不太大 不過放大了之後就會看到質素上的差別 首先可以放大多一點 線位亦明顯清晰一點 再看看這張照片 左邊的舊機看起來好像更搶眼一點 顏色鮮艷表 但其實看真點它有點假的 反而右邊的新機色溫控制比較好 顏色更加貼近自然 我們先試試用這個 Contrast很大 亦有很多細緻位的裝飾品 來試試鏡頭的分別 其實新舊機真的分別不大 因為舊機可能質素已經不錯 而且細緻位也很多 再放大看看 這樣就可以看到 新機的細緻位是多一點的 特別是這個位置 立體感是比較自然 層次感也比較豐富 最後就試試人像的表現 先用舊的iPhone 再用新的iPhone 6s 拍攝人像的效果 明顯比拍攝死物差別大 就算未放大 也看到新機的細緻位 是比舊機多很多 而放大看 就更加看得出差別 特別一讚就是它的膚色上面 舊機雖然拍出來比較白 但其實新機拍出來 顏色是更加貼近自然 而且很明顯看到 面上的立體感也比較豐富